大家好,我是最蓝 那么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下国战的视频 这个之前在忙一些个人学校上面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直播也没有做视频 那么准确的消息是1月8号以后 或者1月10号以后呢 我们直播和这个都会多了起来 和视频也多了起来 那么今天呢也开始陆续给大家做一下视频 同时告诉大家 其实从今天开始呢 也开始在战棋做直播了 不过呢会一般集中在晚上 也晚上播的也比较晚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看一下 第一天我们就打出了非常精彩的国战战决 那么挑选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来给大家做一下 对我视频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我们之前给大家出过一期叫做公交箱的视频 就是一个箱箱跟所有人睡觉啊 谁打他睡谁 然后呢就成功的这个获胜的一个录像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大家 让大家知道一下 除了孙上香有这个技能之外 他的老公刘备啊 也是有这个技能的 来看看刘备是如何仁得控心啊 这局我们选择了刘备奖晚是一个超级大辅助 啊 这个如果只要有团队的话 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一个局势发展情况 那起手还是手机卡找一下 有两闪一个桃非常不错 不是无法 时候未到 吕蒙高调 然后二号位没没有什么动作 我们前期呢进行一下过渡 起牌 我们是留了酒 把酒扔了 留了桃子和两张闪 手里没有杀 那么在难瞒的时候呢 是会掉血的 掉了血之后呢 看一下场上情况 那么我们这个直播时候就在想 我们要不就打一个浪的一波啊 想起当时 那个刘备老婆孙让香的故事 我们就决定打一波 人得控场啊 或者说应更高端的手法 就是刘备有一种打法叫控心啊 控心流 就是我给你 我给你这个发牌啊 你别打我啊 先给出一张 把这个二距离给到这面打不到我 然后给这边一个沸腾甲 给八号一张牌 那么这给这个牌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去打吕蒙啊 给八号牌 因为八号是可以打吕蒙的 谁打吕蒙给谁牌 前期的一个思路就是 那八号这一轮呢 没有去杀他 我们来看看一看 上家 那么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给了A就要给B啊 每个人都要给 对啊 就围绕着这个 给围绕着这个吕蒙这个中心 给一下 八号二号三号都给 然后保证给的牌 别人不能来打你就可以了 给的距离不能打到你 给的东西不会对你构成威胁 然后由于有这个 蒋碗啊 有这个蒋碗这个 能力的话就可以 每回合 多给 牌出去 也就是只留一张 然后再过两张牌 这样不会产生额外的废牌 那么 一号位啊 跳的是一个飞舞 打的很卖力 那么我们可以是继续给他牌 万箭齐发呢 带走了一个吕蒙 上家呢 也是在杀这个吕蒙 挺好的 那么继续给八号位牌 然后同时给六号牌 没有给七号这一次 因为牌不够啊 然后呢 六号也是拿到了 这个我的工资之后 就开始替我打工啊 拿人手短啊 吃人嘴软 是吧 所以拿了我的牌呢 也都不好来打我 但是我们看到 八号连续收了我两轮牌之后 八号不选择去打 吴国 那么提供一个信息 他对蜀国有所忌惮 所以呢 他就不是蜀国人 我们就再也不要给八号牌 然后二号位 在断肠的一个情况下 依然在非常卖力的打吕蒙 包括我上家 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 上家和这个 可以多给一点牌 同时给孔荣一张 因为之前一轮 我没有给孔荣 安抚一下他的小心灵 那么八号呢 就不要 不要再想拿到我们的牌了 是吧 他又弃了一轮杀 然后吕蒙呢 和孙坚 利用自己的阴魂血量 开始这个 扒这个杀他人的牌 诸葛亮这个时候亮出来了 亮出这个小月亮组合 同时呢 他之前是知己知彼 这个六号的 所以呢 就去直接打这个六号 六号不是自己人 带走之后 那么在我眼里呢 我已经认为 我的上家 以及上上家都是自己人 因为他们都 领了我的牌 就都非常卖力 那么所以我决定呢 靠自己去把这个孔荣打死 先给诸葛亮一张杀 孔荣的牌是名牌 然后这里把吴中胜友 给到了小月亮 这边起来是一个 炎梁文丑和马腾 那么其实刚才 吴中胜友可以自己开 再给一下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亮出来 果然是如我们所料 是个梦祸 对面就只有投降的份数 这一局刘备就没有打过输出 除了最后一点 去带走这个孔荣之外 就一直没有输出 自己掉了第一血 场上只亮了一个 吕蒙的一个情况下呢 选择把武将全亮 然后开始每人发一张牌 然后这样进行控场 让他们去去这个进行战斗 别人拿我牌 不好意思打我是吧 然后最后就轻轻松松获胜了 就是刘备的这个 仁德控场流 讲的比较快 希望大家理解 反正我认为还是非常有趣的 打直播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乐个不停了 好吧 那么还是万变不离其宗 路香香的视频呢 总是要有一两个的 这局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就不做过多的讲解 主要是用这个视频来告诉大家 这个传递一个信息啊 叫做最难回来了 那我这个路香香呢 依然还是这个留装备续暴流啊 以前看过我的人也都知道 我喜欢这个续暴流的孙香香打法 就是留点装备在手里 然后呢稍微留点防御 前期无作为 后期一波爆 之前那句刘备其实充分证明了这个 就是场上这个搞好人际关系啊 在这个游戏里面是多么重要 另外这一次我回来之后啊 发现这个其实三国杀这个游戏环境 还是不是很理想 大家非常容易骂人 这一点不太好 其实 可以看到打到现在呢 我们是留了两件装备 然后开始动了 走起 淘一丢啊 这个时候呢 还是不会亮自己陆迅出来 因为再亮陆迅的话 潮粉就更高了 这个时候 目前的一个仇恨值 还是贾许、祝容、曹操三个人之间比较厉害 是吧 如果我们亮出来的话 就立马能知道我们是这个boss了 好 走起 走 走 换 走起 好 一波带飞啊 这就是大家非常习以为常的 最难的这个香香的打法啊 所以不多赘述 然后来看一下 第二个比较精彩的是在今天所打的一个录像 是一个 贾许和貂蝉啊 其实应该把贾许、貂蝉呢 紧接着刘备那个打 因为这两句录像其实是 立马打出来的 而之前那个香香那个视频是之前打的 但是为了跟刘备搭配嘛 所以就备了一个刘备香香啊 毕竟是负希俩 起手啊 低调一点 然后我们是没有开这个帷幕这个技能的 因为如果我们掉血的话 是可以靠桃圆结义拉回血线的 所以没必要在前期亮出自己的身份 贾许这个武将是拥有魔抗 但是没有误抗 没有误抗的意思就是说 他怕这个菜刀平砍 在这个国战里面一刀刀砍过来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但是我们想低调 别人不给我们低调的机会 吴国呢又是一个强势开团 在这个大乔路迅孙让香 三人的一个联动核心之下 成功把魏国这个打下来 然后再贴乐 同时也给我贴一轮乐 这里的话 其实贾许的黑闪电是可以留的 因为贾许如果亮降的时候 闪电放出来是直接到下加 不过由于下加是魏国人偏多 而现在吴国是强势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选择把闪电丢掉 不希望这个给下加增加太多风险 好 这边就是一个四个吴国 打两个魏国 以及我一个暗将 还有我下加一个暗将 这边救一下国家啊 必须救 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太尔茨和孙权 从这个六号位置开始 一直到一号位的孙少香 要形成一个吴国的四联动 这个节奏真的是非常好 吕蒙都可以放心的去输出 而且吕蒙把大乔的活都给干了 又贴一个乐不四职出来 解刀 好 再见 这一波孙少香还有一波强爆发 还好有闪 要不没有这个闪的话 就下加也就死了 我就要一个人打四个了 好 乱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反正压一下血线 离间一下 然后看我下加 下加是自己人 清掉一个桃子贴个乐 不错 那这里来了一张远郊进攻 等会就有办法了 乱舞内渔轮其实是为了压血线 同时希望下加能有一个杀 打点输出出来 好吧 这边众乐了 桃园不要 留杀 留输出牌 然后张角这里有一个 以一代劳接闪电 还是挺好的 角哥这个话陀一直没有给清囊 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手牌数量 泰尔茨这里一个失误 没有去拼点 终于大桥断了一次乐 这一轮断乐的话 给我了我们翻盘的机会 先远郊进攻 无中生有 再拆这个大桥 然后呢 通过张角的一个雷击 去玩杀一个人 玩杀之后呢 给泰尔茨贴个乐 这个泰尔茨一个离开 离开之后呢 好不想 正好你离开了 那么就把你给弄死 然后给吕蒙贴乐 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一个2v4的劣势局面 通过贾许的玩杀技能 跟张角打一个配合 成功带走一个人之后 进入优势局 这轮角哥收到牌之后 一个爆发也非常高 打出了两张AOE 以及杀 同时通过轨道来控制 勒布斯鼠换掉一颗桃子 那么孙杀香这轮也就是必死了 被我一刀带走 那剩下就是2打1 这是一个玩杀禅 还是非常厉害 所以啊 不怕你人多 就怕你这个桃子被截断 在作战中我们知道 这个后勤资源 就是以前打仗的时候 后勤资重是特别重要的 而贾许就是等于 可以切掉这个桃子 这个后勤资重是吧 桃子来源 所以就非常厉害 本身后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吕蒙什么的 其实是有桃子的 但是给不出来 看看这边能有几步区 那么这个周泰应该也就快死了 那么周泰死了之后呢 本期的视频也就结束了 主要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打国战 其实可以尝试很多很多 稀奇古怪的打法 那比如说我经常就喜欢 拿这个孙上香和刘备 玩一玩这个空心流 当然前提你要对你自己的技术 和对场上的局势 有一定自信和掌握 才能够去使用这么高端的战术 如果打赢了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打输了呢 那么你就当娱乐了 是吧 反正把这个作为一种参考给大家 喜欢的人可以去尝试 那么不喜欢的人呢 叫做不喜悟喷 大家就全当看着乐呵乐呵 好 我是最蓝 我们下期国战视频 再见